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現在呢 我在機場旁邊要等我的飛機過來喔 我的飛機來囉 這台就是現在我要搭的 中華航空的 A350-900 準備要降落囉 真的是很漂亮的一台飛機 好啦我的飛機到了 我也可以開始去 Check-in囉 來到了這邊這個豪華經濟艙 Premium Economy 然後今天就是我的 兩件行李 這個搭建的當然是Check-in 然後這是登機箱跟我的隨身行李 現在拖運我的行李 只有14.6公斤 拿到我的登機陣了 準備出境囉 過了安檢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經過免稅商店區 好啦登機囉 那我現在坐的是這個豪華經濟艙 給你看 後面大概就是這樣子 今天豪華經濟艙還蠻空的 但是 經濟艙會不會滿 這我不曉得 不過反正員工票過年期間 就是 他員工票又是經濟艙 其實有點蠻冒險的 那我會比較 這次我比較偏向 就是說 來坐豪華經濟艙 我們可以看到說 現在我坐的位置是32K 就在右邊的引擎旁邊 好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座位 其實我 這是我第一次坐 中華航空的豪華經濟艙 那在這之前呢 我是有上YouTube去看一些其他人的這個分享 然後 就是大概有個概念 那當然這一次我自己 鏡子上來做的話 其實也蠻期待的 所以就是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他的螢幕 然後 拍旁邊這個可能比較好 因為距離會比較遠一點 所以他是螢幕 然後那是掛鉤 像我這邊我就先掛一下我的外套 然後 這邊 是他的桌子 這是可以放飲料的 還有放小東西的 這邊 有一個USB的charger 再來就是這 裡面的C pocket 有耳機 這種 耳機 再來是 A350的 這個 逃生 安全須知 既然我都 坐上飛機了 自己也是從業人員 就是要看一下 想說現在拿這個 安全示範卡 當然我自己 還是要看一下啦 畢竟是做這一行的 那他有什麼呢 他有起飛落地 著陸 然後安全姿勢 豪華經濟艙的安全帶 就這一些 看一下 然後背面呢 是逃生門 我自己 我自己不是有做一集影集說 你要知道說你的逃生門在哪裡嗎 所以我現在坐的位置是 32K嘛 那所以我前面 最 離我最近的就是 這個 R2 然後 R1 欸 等一下 我這樣講不對 我在說什麼 離我最近的逃生門 是我 前面這邊 右邊的 欸 R2 然後 對面的那個 L2 是第二的 然後呢 大概離我 第三 第四進的 會是 再往前的 R1 跟 L1 那在我後面的這個 R3 跟L3 嗯 相較距離當然是比較遠 而且其實後面人會比較多 所以如果我要緊急逃生的話 我的首選 就是 R2 再來是L2 然後不行的話 就是 嗯 L1 跟 R1 再來是 在緊急逃生卡 它上面有 氧氣示範嗎 這個呢 就是氧氣面罩 它會掉下來的Panel 跟你講一個 這個是 你有自己實際遇過 你才會知道的 就是說 萬一 我現在上面的這個 欸 這個 假如說 遇到客艙施壓的時候 然後 你的座位的氧氣面罩沒有掉下來怎麼辦呢 首先呢 你可以先看一下 前面的如果掉下來 然後前面沒人 就 過去把前面的那個面罩拿下來 當然如果不行的話 因為 周邊是有空位子嘛 所以 你也可以 馬上換位子 那不然的話 其實像後面的如果它掉下來的話 你也可以拿後面的 因為以前我有一次搭飛機的時候 就遇過這樣子的狀況 那如果是說 你周邊都客滿 或者是你 當時沒辦法移動的話 你自己的 氧氣面罩的殼子沒打開怎麼辦呢 手冊上面 它是會教說 有一個 拿一個尖的東西 去戳那個洞 就會掉下來 但實際上 拜託我現在 誰身上會帶一個尖的東西 吃一碼身上是沒有啦 然後空腹員身上 也不一定會有 原子筆的話 是沒什麼用 因為原子筆的那個筆桿 就是太粗 就戳不進去嘛 所以其實最簡單的話 你就是 就是 硬橋把它拉下來 那個 它那個卡榫其實是很小的 就是所以你把它 硬凹搬出來的話 氧氣面罩就會掉下來 那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是這樣子吧 那以前我當然也遇過這樣的狀況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這個小燈光 這些其實我都是事先有上YouTube 看了人家的分享 所以我比較有個概念 所以它這個是有燈光 還有三個不同的亮度 還蠻亮的齁 然後呢 這邊這個是可以放小東西的 對不對 然後這個 頭靠 網路上面 有搭過的他們都有分享 所以其實 還不錯啦 還蠻舒服的 然後旁邊這個遮光板 當然它是傳統的造型 那就是塑膠的遮光板 可以蓋起來拉上去 A350是採用這種傳統的設計 掉了 我把它擺好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示範影片 這個其實在YouTube上面有連結 我就放一個連結在這邊可以去點 所以我是有專精在看的 準備要發行囉 所以它就把客艙燈光調暗了 西邊那邊其實還是有一些陽光 好 接下來我來開始試試看 我的長樓 這個是 首先是 牛肉 搭配飯 跟醬料 嗯 好吃耶 pretty good 再來第二個 這個是 pumpkin pretty good 好吃耶 very juicy 軟軟的 然後 沒有那種乾乾的感覺 就是 很好吃的 很好吃的pumpkin 然後 這是飯 嗯 飯也不錯 可能是因為那個 凹粉加熱的關係 然後 比較上層 它是有跟那個 鋁箔紙去碰到嘛 所以我是感覺就是說 在比較上層的 稍微有一點點乾 隔在裡面的就OK Cheers 用完擦了之後呢 它有這個 獅子巾可以拿來擦嘴巴跟擦手 欸 你今天穿這件衣服的圖案 就是要搭配這四十斤的圖案嗎 蛤 怎麼這麼巧 好像是有點像喔 沒有啦 這是不一樣的花啦 要是我下次是穿 這種梅花圖案的 或者是粉紅色花的 那還真的是有點刻意的 沒有啦 這是準出巧合啦 用餐完了 餐桌收起來之後呢 我的飲料 杯子可以放在這邊剛好 然後這是可以放東西的 看是放手機還是 這個殘鏡子 這個獅子鏡可以放這邊 然後我們看一下下面有什麼 它有這個 耳機 拿反了 這是它的耳機 耳機開箱以後 它其實是這樣子的 它是這種有軟軟電子的 開個燈好了 所以它是有這個 Noise Cancelling Headset 電子 所以待會我可以把它帶 看電影試試看 然後它是 它這個上面都是軟軟的 那耳機帶起來之後呢 就像這樣子 你看其實它上面 它這個 我是覺得還蠻舒服的 好 那我們現在是 Oh My God 那邊有 Screaming Baby My God 大飛機最怕遇到這種 但是 沒辦法 說到大飛機 如果遇到在哭的小朋友 他現在沒有哭的其實還不錯 那這邊就順便分享一下 就是說以前我自己還沒有小孩的時候 那個大飛機就是最怕遇到 小孩子 Screaming Baby 然後我已經就想說 Oh My God This is going to be a long flight 然後就 你知道就很容易沒有耐心 但是 當你自己有小孩之後 如果你也有小孩的話 那我想你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 只是 對 有當過父母你才知道啦 那我跟你講有一次 這很久以前 有一次我那時候跟 那個時候的太太搭飛機 然後那時候小朋友還小 還是還是嬰兒嘛 然後有一次就是 也是搭長度航班 然後那時候是搭那個A380 我們坐在後面的經濟場 然後小朋友沒辦法 小朋友就一直哭啊 然後為了不影響其他的客人 所以我們就是說 那時候我跟那時候我太太還有 帶著我們那個小baby 我們就躲到那個A380 然後後面的那個 經濟場 就是在最後面那個 廁所裡面 那我家在就是說 他A380 然後後面那個 廁所還滿多間的 然後有幾間那個 其實空間還滿大的 所以我們就是躲在裡面哭這樣子 因為沒辦法嘛 我們如果是在客艙裡面的話 就是都會吵到別人嘛 那我們真的能夠做的 就只是說 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大的一個小baby 躲到那個最後面的廁所裡面去 然後就是裡面安撫 然後最後baby在哭 太太也在哭 連我自己都快哭了 然後我不知道折騰了之後 八個小時之後 這個 小baby總算睡著了 所以就是 兩個大的 已經鬆了一口氣這樣子 所以 就是說 還好 剛剛那個旁邊那個baby 他就是偶爾哭一下啦 所以其實我也是 我覺得是提亮人家啦 大家將心提醒 那送艙完了之後 他現在把那個 客艙燈光調暗了嘛 所以就是準備要休息了 所以 待會差不多可以先休息一下 因為從奧克蘭到Brisbane 它超過是 兩三個小時而已嘛 然後 在Brisbane會低停一個小時 然後 再回台灣台北 飛比較久 所以其實趁著的時候 可以稍微密一下 我想說 我就來去密一下好了 然後呢 然後這個 它是 這邊按鈕 但是可以 其實它這個 往後躺還蠻舒服的耶 就是說 它躺的幅度其實還蠻多的 然後 那個 那個 輕鬆按一下 它就彈出來 所以我現在來試試看 那我自己當然是有那個枕頭啦 但是我現在先試一次就說 沒有了看看 看好不好睡 它現在有一個這個 遙控器 好像是 遙控螢幕用的 但是 因為我就坐在這裡 所以其實是不需要啦 好啦 雖然說我不是每次會在廁所裡面拍片子 但是 我在YouTube上面看 那個其他人家分享 那個華航好緊張的時候 好像 很多都有拍洗手間 所以我就 有樣學樣來拍下洗手間 啊 這個是用 正常的倍數 所以其實它 洗手間就OK啦 是比那個 我那個旗山旗上面的 洗手間是寬敞度 是真的 那當然就是 吃完飯總是來關心一下嘛 刷個牙 然後自己整理一下 然後 等一下 到Brisbane 應該還有 一個半小時吧 I don't know 我沒有看那個Airshow啦 隨便拆的 反正它 這裡就是 欸 這個 Air Refresher 噴霧的 然後 然後這個是 乳液 給人家擺整齊 這裡有這個 杯子 漱口用的紙巾 呃 其實這個跟我 在YouTube上面看到的是 還蠻類似 就是說它其實都整理還蠻乾淨的 再來就是說它有一個 Babby Chaining Table 它這個是 圖案 然後咧 真的是跟在那個網路上面分享一樣 它真的是有音樂 好好玩喔 音樂是從這裡出來的 然後這個是 氧氣面罩的 登登 Plancared 它這個 China Airlines的這個 小小杯子 欸 欸 很近欸 拿不出來 欸 它這圖案還跟我的 衣服啊 真的是還蠻聯絡的 你根本就是為了搭配這個 來穿嗎 沒有啦 純粛巧合 純粛巧合 它這個Fountain 就是說它這個洗手 唯一我一個不喜歡就是說 它時間太過 太短了 就是 你看 水一下子就沒了 這個是 我覺得是一個小缺點 喔 那於是洗手完的話 用完的話就是 把人家 旁邊擦一擦吧 裡面是沒辦法 但是 這個總是 把人家擦一擦 喔 給人家留下好印象 對不對 好 現在我們準備開始下降了 所以它客廠的燈光又打亮了 那 剛剛是 像我現在是這樣子 有稍微往後靠躺下來吧 然後 呃 有個 台灣啤酒 台啤這樣子 呃 好緊張 剛剛這樣子 躺下來睡 所以 我是覺得 還不錯 呃 比經濟上舒服很多 呃 就是差還蠻 差異還蠻明顯的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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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貴賓 歡迎抵達布里斯本 為了安全情節 在情節全帶知識燈沒有熄滅前 不要解開安全帶離開座位 同時在打開座椅上方的行李櫃時 請特別留意 以免行李滑落下來 抵達後轉搭國內線搬機前往澳大利亞 其他城市的旅客 請您一定要在布里斯本江行李取出來 在此地辦理海關移民及檢疫手續 如果到達後馬上轉接其他航空公司的國際線搬機 請您注意轉機櫃台標誌自行前往 需要協助的地方請與我們地勤人員聯絡 感謝您搭春天和聯繫成員中華航空與小偉航空共用搬號搬機 並希望很快能再度為您服務 各位過境到台北的貴賓請您注意 我們下次的起飛時間是11點10分 登機的時間是10點30分 為了安全的理由請您攜帶您所有的手機行李至過境時休息 同時我們也將要在次地更換組員前提組員向您說聲再見 並祝您旅途愉快 Dear passengers, welcome to Boiseburn For your safety, please remain seated with your seatbelt fasted until the fasted seatbelt sign is turned off When opening the overhead compartment Please take care to ensure the contents do not fall out Our transit passengers to other cities of Australia must clear customs immigration and quality formalities here in Boiseburn If you are making an immediate connection to other countries with another airline Please proceed to the transfer desk For assistance, simply contact China Airlines Ground Stop They will be happy to assist you Thank you for flying with Sky Team member China Airlines and the Hawaiian Airlines Cold Shell Flight With the favor to serve in your answer Goodbye Transit passengers to Taipei may we have your attention For security reasons, please take all your carry-on baggage with you And proceed to the transfer lunch Our next departure time will be 10 minutes past 11 And your reporting time will be 13 minutes past 10 Ming while we are going to change crew here It has been our pleasure to serve you today On behalf of Intech, may we wish you a present our journey 各位,鬼便,現在您可以開啟行動電話的通訊功能 謝謝 Dear passengers, you may now use the transmitting function of your mobile phones Thank you Good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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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到囉,現在在布里斯本要轉機地停超過一個小時不到 然後接著第二段就要飛布里斯本到台北囉 到布里斯本了,這個就是我搭的A350 那布里斯本它這裡有一個簡單的快速的轉機 那需要再過一次安檢 然後再到樓上的後級室去 所以我們現在就從那邊過去 掛完安檢了之後呢 就是它來到上面這裡的這個Departure Area 就是它的出境的區域 然後後面就是都是免稅商店跟一些咖啡 那因為我剛剛吃還蠻飽的 所以可能就只是逛一下 然後就去那個回到登機門那邊等飛機囉 然後打發時間的時候呢 就稍微看一下附近的免稅店 比方說這個UGG就是澳洲的一個知名的品牌 然後這邊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賣一些毛衣毛毯 這個所謂的Maluka Hani呢 就是紐西蘭比較有名的 它是這種Maluka花的蜂蜜 再來這個Bita Bon Australia 也是一個知名的品牌 它一開始是做那個Surfing的產品為主 那當然現在它也是做其他的服飾 這個Australian Way也是澳洲當地的一個知名連鎖的Surfing店 那布里斯本機場晚上轉機的時候 其實就還是有一些地方可以逛 東西可以買 然後也是有一些東西可以吃 所以我是覺得也還不錯啦 好這邊你可以看到剛剛的卡達777在這裡 然後我們的華航A350在那邊 所以其實只要待會往那邊走過去就好了 那現在呢 我找到了一個這個 這種可以躺平的 幾乎躺平的 這個是在Brisbane航站裡面 它是有一點點隱藏的 你是要稍微知道在哪裡才知道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 待會我可以腳甚至躺下來 然後呢 它這裡還有岔座 所以我可以坐在這邊休息 然後手機就放在旁邊充電這樣子 還不錯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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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recia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